大俄电子汇队系统 定好 给我寄五百块钱过来 你要是现在寄很快 没有 寄不到 那个时候就得写一个月 你看快没钱了 还是两三个礼拜 你就得告诉你父母 寄钱过来 怎么寄来 你父母就得到邮局 拉着五百块钱 到邮政局去填这个看看单 填完以后 贴上你的名字和地址 然后贴上他的名字 然后保护开钱给邮政局 然后支付一定的手续费 是吧 然后这个取款单到时候会 会邮递过来 邮递过来 然后把邮政局去拿着生命证 贴上贴面东西 到邮递去取钱 这就是我们最早的汇队 但是它不是电子 是吧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 比较慢 是吧 因为这种方式时间很长 有时候也快去丢了 所以这种方式的话 后来后面就足够开始了这种电子汇队业务 电子汇队业务后来 从邮政到银行开始 后来就变得非常的方便 能够电子化 那么汇队系统的含义 有这几个部分 特点 类型 还有汇图行和解汇行 汇图行 那么一个是汇出 汇到外面以后来还收到了这个行 叫做解汇行 汇出就是你把钱从你 就叫银行汇出去 解汇嘞 你比方说你从工行汇到 汇到中国银行 那中国银行是解汇行 对吧 你用你从中国银行汇到中国银行呢 解汇行那都是一个银行 那就很方便 用钱什么 都不用填智慌名称的 现在都不用填智慌名称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那个企业银行 你们知道吗 企业的网络银行 和我们的个人的网络银行 是不一样的 企业的网络银行 它有两个邮动 它有两个邮动 一个是提交申请的 在机器里面转个邮动 一个是审核人转个邮动 当你要转账汇款的时候怎么办呢 首先是提交申请的 把像我们一样的输入 对方的银行名称 账号 账号名称 然后多少金额 提交完了 按照我们网常应该是输入 手机的动态口令牌 是吧 然后买上邮动 不是 买邮动有的卡 是吧 就买邮动也行 是吧 买邮动也就直接拍个口令 就会掉了 有的就是他口令牌 是吧 但是这个网络银行 它提交的应用 用一个手机的这个东西 但是有时候不用怕 有时候直接就会了 还有有时候就会了 这就直接去把这个钱给汇走了 汇走了以后 有个审核的地方 审核那个人的话 就同意通过 然后就钱给汇走了 那么一种广义的电子货币系统 是指这个银行之间的这个 这个资金调博业务 包括一般的这个资金调博业务 和清算业务 这个资金调博业务 一个是扩收 一个资金转账 一个支付 包括这一个 这一个业务 用于航空机之间的资金调博 清算作业 用于航空机之间的这个 资金清算 这个清算的话 因为每个航空间 这样有些这个业务 来 所以的话 这个清算 一定要对他们之间的这些 资金调博业务 进行这个清算 任何一笔这个汇的业务 都是由汇出房 发出到这个汇出行 直到为止 这个基金的这个数据通讯电话 这个是上面关系而定 所以汇出房和汇入 一个汇出环的汇入 是吧 它是一个这个 一个业务 还有一个是通汇业务 通汇业务就是说 最近调过业务通过 统业多成果 这种通汇业 本国通汇还有国际通汇 电子汇对的话 它这个主要的客户就是 这个企业啊 政府机构啊 这是电子汇对啊 特别 电子汇对呢 有如下一些风险啊 交易有大呀 风险大 是吧 因为你这个钱 企业货的钱比较大 你会错的话呢 那很黄 是吧 所以你在电子汇对的时候 你要 你只要看几遍 看没有和错吧 你和错了你就 挺麻烦的 嗯 好 被适应这个 电子汇对以后呢 这个国际上面啊 建立了很多著名的电子汇对行 这些系统的话呢 提供了这个三个功能 一个是通信系统 一个是通信系统 这个电子汇对啊 这个国际上面呢 一个通信 这个通信系统的话 就是说 可以把全球的这种 各个银行啊 各个 啊 能做这个 这个 连接起来啊 好 这就是一个电子汇对 这个电子汇对系统呢 它这个主要是连接各个银行之间的 这个系统 这个通信系统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大国啊 大国来建立 这个银行之间的通信啊 主要是由美国他们来建立 好 因为有通信以后呢 你把各个银行之间可以联系下来 对 现在后来你可以直接调拨 对吧 直接直接划拨 你不用给钱是吧 你就直接从账品直接划拨 然后呢 最后呢 到了 就是你清算 然后那些银行 被里面已经被他比较 是一个轻壮过程 好 那么这个通信系统的话呢 好 这个成员的话主要是这个 目前比较好的通信系统的话 就是这个SWIFT 就是叫做国际环球同业财务电信系统 这个叫做SWIFT 这个系统呢 这个系统呢 相对来说就是说是 目前呢 最先进的一个通信系统 中海市场呢 可以把原本不滑的金融机外 全部串联起来 好 这个SWIFT系统呢 就是这个 目前 国际用的这种金融的通信系统 好 这个系统呢 是典型的这个汇率业务手 好 它只是提供这个资金调拨 而且还具有轻散功能 啊 在这个系统中间呢 还有这个 美国的这个 CHIP FIDWY 还有日本的这个全新系统 都是这个电子汇率系统 嗯 还有我国 各三亿行电子汇率系统 都属于这类系统 这些资金调拨 这些资金调拨 那么这个系统里面就包括一个通讯 一个资金调拨啊 还有轻散 轻散 轻散行的话就是说 那些银行直接在进行轻散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那个4号线 4号线 它是港铁的 是吧 但是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线没有说给港铁差多少钱是吧 你可能进站以后就刷钱啊 虽然刷钱啊 但是你有可能做4号线 有可能在新生门 你也可能做4号线 有可能做2号线是吧 不可能走 那怎么清算呢 那我怎么做2号线走啊 2号线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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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么给港铁钱呢 这个港铁钱叫清算 港铁钱是我们自己的 港铁钱是香港的 香港的是吧 他这一地名 怎么清算呢 是吧 你不可能说你去港铁调查啊 那不可能是吧 有失文 是吧 是吧 然后就看你这个你是多少 这个一分是到你这去了 这一分是到你这去了 是吧 双方都认可了一个什么 一个客流的一个分配的一个模型 是吧 因为这个模型 还算 你多少客流到你这去了 这客流到你这去了 然后呢 你清算是吧 因为这个钱进在以后 收到钱 你得分一分给这个港铁 是吧 清算一下 这个贵作行 就是贵作行的位过来 已经掉落 那么你会发生一些 借财啊 带财啊 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清算系统的 一些的清算 可以作为各区的地方 进行这个清算 里面以外的还有费 还有这个费的外 进行清算 其他国家也有这个 像chips啊 新加密气体十字 等日益 都是纯粹的清算系统 那么电子汇队的话呢 就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行为 电子汇队呢 是一个跨地区啊 跨户啊 跨户啊 这个电子汇队的这个业务呢 是属于对供业务 然后一个是有对 有对私业务的对供业务啊 这是一个对供业务 这个对供业务的话呢 那是说 开发起来比较复杂 那么它这个会主解汇这个流程就是 首先通过这个数据输 然后电源接收 电源数据控制 数据传送 还有数据输充 啊 这是一个电子汇队的这个 名字 哦 所以你说这种银行啊 你要是经济控制你啊 很有意思是吧 要是美国要是说 要是做经济制裁 行 你这个国家就不要接入 不得你接入这个 我的这个全球金融通行了 进来了 进不来后过什么 你全球的贸易 你就没法交易了 你进出口就停止了 你有什么办法解决东西啊 你别看这个全球这个金融通行了 泼瀀振克 vern... 每一天是吧 说你俄罗斯不是你 电视机率好报议了 你用的 你用这些换迹者买东西和卖东西 셨得初 因为全国都不到 規模经营交易 这个平台不是俄罗斯的 也不是在中国的 总是美国控制 人家说美国 这就是电子汇队的流程 这个电子汇队的话 它这个包括国际的活力的话 它就有差不多的 首先也是电文的输入 那么一个输入接口 这种相机的输入接口 电文输入的话 有电文输入的话 有电文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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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内部的电文输入 除了相机的电文输入 helt有电文输入 还有FIDELL 还有数据控制 电文输入 不可能是平板交易的 然后数据控制 然后还有总分类 사실 relevance 看你是哪一个笔得 然后相机的数据 还有会计jes 还有报表 Oliv 你的常 forehead 你的会计human 你开心然 cuma报表 对一个签所 z 它的外腋 Shout 这是它的一个流程 输入一个输出 那么在整个边界过程中间 每个边界点都要进行相应的检查 因为不检查一下 它就会触碰 通过边界控制和处理控制 各类各种地方正确无误的 从一端送到另一端 为保证电话的真实性和复刻迫到性的 同时防止数据传输共同间电文被携货 创改和采用秘密的传输 并加速线运和代表共同 这是我们的加密传输 加密传输也会进行数线运等等 来发生这个传输成绩 为了方便用户使用的话 通常还会用户是个人接口 进行硬件和软件 anderen 这都在撑把 好 好 很 消灭 不 感谢 感谢观看